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你好医生 我是伟佳 我们知道在现代生活当中腰肩盘突出疾病已经是困扰着很多的人群 尤其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通病了 提到腰肩盘突出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的苦恼 觉得这样的疾病总是反反复复 为什么总是会找到我们呢 可能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一个不注意或者是打一个喷嚏 那就会导致腰肩盘突出了 这和什么有关 腰肩盘突出一旦发生了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 有关相关的这个腰肩盘突出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也不是请来了相关专家 将为大家答疑解惑 那我们接下来呢 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讲专家 刘达生 阿尔滨副大挺遮腰肩盘医院 业务院长 会诊中心主任 黑龙江中西股科学术委员会委员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天 获得省市研究成果六项 出版医学专注一部 黑龙江省著名股科专家 擅长无创治疗疑难紧追病 腰间盘突出 追管狭窄等疾病 好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医生 刘主任你好 刘主任你好 大家好 关于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那我们知道啊 大家如果说在腰椎键盘突出方面有任何问题呢 以往都是刘主任为大家来做权威的解答 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您在这方面还有任何困惑的话呢 也欢迎您随时来播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451-828-90985来进行咨询 也可以随时通过您好医生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其实刚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讲到了 提到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呢 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种通病了 那么腰部呢 作为我们人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位啊 它每天的负载力也是很大的 腰间盘突出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腰部间盘突出呢 现在呢应该说在日查的受控中 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了 而且呢有发病率越来越高的趋势 发病的人群呢也有了一些变化 腰椎盘突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呢我们还先从这个腰椎的这个解剖 和它的腰椎盘突出症 这个病的病理变化上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就是 这个是一个人体脊柱的模型 它是人体的整个脊柱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人体脊柱当中 下段就在这个下段 下段呢这五解椎体组成 这部分脊柱的部分 这个呢就是腰椎 这个呢就是腰椎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腰椎 这一段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现在我手里拿着的 这个呢就是腰椎的一个缩小的模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腰椎呢 是有五个椎体组成的 五节椎体 五节椎体 每一节椎体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 都有这样一个透明的 有个小胶垫一样的 对相互连接的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小胶垫一样 这个东西呢就叫做腰椎椎间盘 正常呢腰椎椎间盘 它是连接腰椎的椎体 然后 它是不是也很重要 对它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椎间盘相互连接 它椎体之间 它就没有一定的活动度了 而且有这个腰椎间盘连接以后呢 它一个是连接 再一个呢它还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有一些人啊会和我们反映说 这个活动度受限 是因为这个像小胶垫一样的这个位置 它变脆了吗 它的腰部的活动 活动度受限 就是活动动动受限 主要就是腰椎椎间盘 或者是椎体有病变 还是出现病变了 出现病变 出现病变以后呢 它就会呢压迫到腰椎的 你看两侧的神经根 是 这压到神经根以后呢 就会出现一些疼痛 酸胀 腰部不实 而且呢 腰部的神经根呢 还支配下肢 下肢 这个整个 比如说运动啊 皮肤感觉啊 和它一些酸麻胀的 这些症状的出现 都是由于呢 腰椎椎间盘 压到了腰椎的神经根 就是这个腿啊 可能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了 对 所以现在呢 这个腰椎间盘 突出这个病变是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把腰椎椎间盘 从这个腰椎椎体里面 给它横断 拿出来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呢 就是腰椎椎间盘 就是说 这个中间那个垫 它的横断面 它的结构呢 周围是显微环 像个胶圈一样 它是有弹性的 然后呢 中间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椎间盘的随和 它是一个胶动样的物质 半固体状 有点像吃的 远的那个胶皮肠 差不多 它在中间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它呢 实际上就像一个油风似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的一个垫 这个垫呢 它主要起的作用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缓冲 和帮助腰椎的活动 整个这个椎间盘 显微环和这个随和 都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它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椎间盘的一个结构 现在呢 由于时间一长了以后 腰椎椎间盘呢 显微环出现蜕变 是 老晃 然后呢 它的弹性降低了 脆性增强了 椎间盘简微环呢 就出现破裂 椎间盘的随和 就凸出来了 凸出了 那这个中间是不是也会变薄呀 有一部分 这样的话 它凸出了以后呢 实际上它整个椎间盘 可能就会 它的厚度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最主要凸出这个东西呢 它是对腰椎的脊髓 或神经根出现了压迫 也是挺碍事的 对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呢 造成了压迫和影响 对 主要是对腰椎的这个重要组织 主要是神经和脊髓 压迫以后就会出现呢 腰部和下肢的一些症状 那现在呢 这个是腰椎的椎间盘 椎间盘小一环破了 破了以后呢 椎间盘随和突出了 突出的椎间盘随和 压迫到腰椎的神经根和脊髓 就会出现相应的 腰部和腿部的症状 所以呢 腰椎间盘突出 整个这个概念应该是 腰椎椎间盘 显微环 蜕变或者老化 出现破裂 造成腰椎椎间盘随和突出 突出的腰椎椎间盘的随和 压迫到腰椎的神经根或脊髓 出现腰部 酸胀疼痛 伴有下肢酸麻胀痛 皮肤感觉减退 以及运动障碍 这一系列症状 这个呢 就叫做腰椎间盘突出症 那刚才呢 刘主任跟我们讲解的是 非常的详细 通过刘主任的讲解 我们会发现呢 这腰椎间盘它一旦突出了 好像对我们大家的影响还不小 严重的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 尤其呢是对下肢呢 也是有不小的影响 我们会发现呢 它在突出的时候 如果说产生压迫 是对这个神经根的压迫 也是比较明显的 它周围的这个神经根的这个组织 相对来说 是不是也很复杂 很多的 在它的周围呢 实际上在腰椎间盘周围 它两侧 就都是神经根 在它后侧呢 在脊柱的上段 就是腰椎段的脊髓 在下段呢 就是叶玛囊和马尾神经 它是这样 所以说大家这个严重程度 到底怎么区分呢 看它突出的大小吗 还是看什么 严重的程度呢 一个是看突出的大小 另外呢 就是看它突出的部位 和对腰部的神经根 和脊髓的压迫程度 和这个有关系 你比如说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它不是突出在后外侧 它又突出在前方 前方呢 它就是腹部的腹膜了 这个地方呢 这是前方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没有腰椎的神经根 所以呢 它就不会出现症状 有好多病人 可能在体检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 突在前侧 这个呢 就没什么大碍 所以说啊 大家还真的是要勤体检 勤发现自己的问题 及早发现症状的时候 及早干预和治疗 那我们刚才呢 通过刘主任的讲解 我们会发现 整个腰椎间盘突出的 它的一个病理变化 是因为产生了压迫 所以说呢 大家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很多的朋友呢 会有一个疑惑 说这腰椎间盘突出呀 怎么总也治不好呢 反反复复的 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呀 腰椎间盘突出呢 它总也治不好 病情呢 千艳不遇 现在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大家对腰椎间盘突出症 这个疾病的病理变化 和解剖变化 没有足够和充分的认识 这指的是患者吗 还是说患者到的医院不专业 还是什么原因 这个呢 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一个呢 是患者 包括患者家属 他对这个疾病呢 认识不足 有的就认为 腰椎间盘突出呢 可能在这个发病啊 这个体理上 他没有足够的认识 他没有认识到呢 这个突出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 是由于突出的 腰椎间盘的随和 造成了腰部的神经和脊髓 是一种 机械镜 物理械镜 这种压迫造成的 所以他在选择治疗方法上 选择的就不对 这是一 第二呢 也有 就是好多的患者呢 在选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时候 他呢 选择的就医的医院 就不专业 不是专科的 专业的医院 这医生呢 也不是搞这个专病的 所以呢 他就选择 这个治疗方法上 也是呢 没有这样 能够 对于 发病机理上 根除病因的 这种治疗方法 他也很容易误诊吗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说 医生也要 非常的专业才行 现在呢 一个是 在诊断上误诊 另外呢 在诊断上 也存在这个问题 就必须呢 就专科医院 和专科医生 这方面呢 疾病的诊断 比较有经验 另外呢 现在包括患者 和患者家属 他在去选择 治疗和诊断的时候 往往都认为 这腰背键盘突出声 可能就选择一些 包括一些传统的 所说的一些治疗方法 时光我们听过的 就有贴膏药啊 针灸啊 理疗啊 这样的方式 贴膏药 理疗 针灸 按摩 或者牵引 还有现在做小针刀 但这个东西出现呢 必然有它发展的 一个道理啊 它是针对 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个呢 就是对腰部的 就是腰肌间盘突出症 它肯定不会从病因 和病理根本变化上 把它治愈 它只不过 就是对腰部 你比如说 一些软组织是疼痛啊 炎症啊 一些软组织 慢性 无菌性炎症啊 就是这些 就是软痛 治疗 要有一定效果 甚至呢 治过以后呢 就会痊愈了 但是它对腰肌间盘来说 它治疗以后呢 往往可能只 是暂时的 缓解一下疼痛 它容易突然病情 甚至呢 有的做这种治疗 不得到根本的治疗 就会造成患者 可能会出现瘫痪 过去还是很严重的 对 所以这个呢 它不出病根 所以这个治疗方法 还是不可取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患者 实际上这个病情 呢 也没有发展到 就是非常严重 你比如说 它有游离了 或者是腰肌间盘 有脱锤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 也有些患者 选择了手术 这个严重程度 它是有类型的划分吗 还是说 只是单纯的和 日积月累 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有关联的 这个呢 它的类型划分 和病变的时间 也有一定的关联 而且呢 它也有突出的 类型的划分 还是属于慢性疾病的 对 你比如说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呢 轻度的腰肌间盘突出 或者捧出 然后呢 时间长了 它就会变成 腰肌间盘突出 再拖延时间长了 有的就会倒上腰肌间盘呢 脱出 所以呢 它病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一些病情呢 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可能刚才我们听到 刘主任这样讲啊 有一些朋友 还会有困惑 因为大家不知道 说这个最后 严重的后果 究竟在哪 刚才呢 主任是讲到了 说可能会有脱出啊 或者是更为严重的 一些情况 那在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会是什么样的 一种影响呢 它会最严重的是 什么后果 要结枝吗 这个腰肌间盘突出 这个病呢 就造成肢体 就是结枝 这个它倒是不可能 因为它不是说 像肢体出现坏死了 比如说像那个 糖尿病毒啊 或者麦果盐呢 它出现肢体坏死了 那就必须得结枝了 那么会有瘫痪的可能吗 对 很严重的呢 就会造成患者瘫痪 然后呢 有一些严重的压 比如说麻米神经以后 或者是压到 腰带的这个体髓 有一些会影响到二变 造成二变射击 最严重的患者 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 这患者就是特别重的 腰肌间盘突出 他就是瘫痪了 实际上他那瘫痪 还是一个急性的 就是突然 腰肌间盘突出 突的呢 快也比较大 患者来了以后 不光是不能行走 他根本呢 就是连坐在轮椅上 坐都坐不住 最后呢 是必须躺着 在他躺着的时候 他还必须趴着 趴着的时候呢 还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体位 就是要卷曲着 根本就不能直躺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啊 这个原因呢 主要就是腰肌间盘突出的随和 对腰部的身心根压迫的特别重 你比如说 他一旦要躺着的时候 他要躺直了 仰卧或者侧卧 把腿伸直 这都不行 这个呢 是由于压迫的身心根 特别重 一旦你把肢体伸直 或者这个体位 这个时候身心根 受到一个牵扯和牵扰 所以呢 这个姿势它根本就不允许 它必须是 就是趴在那 卷曲着 就是老百姓说 就像虾们一样 脖子在那 就是这个特殊的体位 那你要说上厕所啊 或者什么 这根本生活资历 完全都丧失了 这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也是造成了不小的 这个危害会影响 我们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啊 说这个疾病 它有几种分形呢 它有类型的划分吗 它这个类型的划分呢 有的时候往往呢 就是说 在它这个解剖 病理变化上 有一些划分 这个划分 主要一是从影像学 这方面去划分 比如说 做腰阻间盘 这个CT扫描的时候 可以看到腰阻间盘突出 有不同的形态 这个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 一个呢 一个呢就是有突出 蓬出和脱出 还有游离的 是 还有呢就是根据它的病理变化 它临床表现的体质呢 它会出现一些呢 就是突出的对肩盘 和被压迫的腰椎神经根 出现了一些位置上的这种分性 你比如说现在突出这个对肩盘 这是神经根 突出这个对肩盘就随和 它和神经根之间这个位置 发生变化 现在假如说这个是对肩盘 现在呢往往都把 这个神经根呢 从脊髓硬帮然后发出了以后 就形容是一个尖 你看 你假如说我这个躯体 这个就是脊髓 我这胳膊就是神经根 然后呢突出这个对肩盘 它就分 什么样的类型呢 就会出现 你看 尖前行 它就突出了以后 这是神经 它和位置有关系 位置有关系 它这样有这样的分性 尖前行 腋下行 还肩上行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它不同的突出的位置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它解剖病理变化位置呢 和治疗采取的手段 有直接相关联 所以说和病人 包括他的症状啊 表现体症啊 这个关系 不是特别大 我们知道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之外呢 大家好像比较急怕的一种 就是开放式手术了 说定上固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减缓这样的疼痛呢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在治疗腰队间盘突出症 或者患上这个疾病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呢 到专科医院 找专科医生 现在国际上 所流行的 和国际期刊报道的 就有用仪器进行无创治疗 这样的方法 仪器无创治疗 对 这个仪器无创治疗呢 就是不开刀 也不做手术 它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主要是采取一个治疗的仪器 这个仪器呢 就是在治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 这是我们突出到最前盘 治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设备呢 有影像监视系统 这个影像监视系统 它就有显示屏 还有膝壁 有影像监视 它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突出的追星盘的随和 它的位置 同时呢 我们治疗这个设备呢 还有呢 神经导航系统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非常精准 神经导航 精准呢 就是一般的呢 就是避免 主要是这种精准的治疗 就是避免 对脊髓和神经造成损伤 这样的话呢 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 用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当中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 非常这个 能引导 非常细的一个针 这个针呢 就非常细 0.7毫米左右 我们把它呢 它叫做一个探头 叫光线探头 把它非常精准地 在影像学监视下 它有神经导航系统 做引导 让它呢 进入到突出 追尖盘随和 并变这个部位 这样的话呢 通过仪器 放出一个高效能的 生物光波 让突出的追尖盘随和 让它呢 凝固 收缩 归位 缓纳 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 然后呢 这个光波还可以对 特别的追尖盘的 显微环 做一个修补 这样的话呢 就解除了 药追尖盘突出症 对神经的 或者脊髓的压迫 进而呢 从病因上 这个病呢 就得到了治疗 就是这样 归位 还纳 然后进行修补 解除对神经 脊髓的压迫 这样一来 应该这个压迫解除了 大家也就不会再觉得 反反复复的这种疼痛感了 只要稍作修养就可以了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你好医生 我是伟佳 那么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说在腰间盘突出方面 有任何的困惑 都可以您随时来 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451-828-90985 进行咨询 也可以随时通过 你好医生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那稍后呢 有主人会根据您的留言内容 为您做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 看一下下一位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那他呢 是一坐下来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尾椎骨疼 想问一下刘主任 像这样的症状是腰间盘突出吗 像他这个呢 出现了尾椎骨疼 这个尾椎骨疼呢 一般的老百姓 所说的呢 就是尾椎骨疼 是 这个呢 发生这个病变 一般的来讲 因为他呢 就单纯的尾骨这个部位疼痛 一般不是 尾椎骨疼出来了 这个疾病多半呢 应该是 底尾部的 叫底尾痛 也叫尾骨痛 这个呢 多半都是由于局部 筋膜而言 就是底尾部的 特别是底部 尾部 这个地方有筋膜 这筋膜呢 可能有慢性无菌 炎症造成了 它这个发生的原因呢 在我们临床 所遇到的病人当中呢 多半都是由于 有一个外伤疾病 这个外伤呢 多半都是由于 比如说 他做个定堆 就在外星说 一下做个定堆 坐到地下了 这样的话呢 他底尾部受到一个所伤 这是一 第二呢 有的呢 可能也是由于 没有外伤 但是可能由于 局部的筋膜 有些慢性粘连 这个造成的 它主要是 局部一个筋膜 包括韧带 有慢性无菌性炎症 和粘连 造成的底尾部疼痛 也叫尾骨痛 这个呢 不是腰队肩盘突出 如果呢 这个疾病呢 在治疗上 就不能按照腰队肩盘 突出症去治疗 要按腰队肩盘 突出症去治疗呢 它这个症状呢 也不能得到解除 这个病呢 也不能治好 好的 感谢刘主任的解答 那看样子啊 这个确诊还真的是挺关键的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患者呢 针对自己的症状 一定要对症入座才行 一定要精准地来进行治疗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观众的留言 这位观众呢 他是腰右侧翻转或者坐立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腰痛 不知道啊 是不是腰队肩盘突出 还是腰肌老损呢 应该如何来判断 刘主任 这个呢 他究竟是腰队肩盘突出呢 还是腰队肌老损呢 实际上一般呢 我们平时对于腰部疼 腰部的疾病 就是命名说是腰肌老损 这个词和概念 我们一般都很少用的 多半呢 都是指一个具体的病 你比如说腰部呢 有软组织某一个部位有病 腰部的 你比如说腰四五 肌上肌肩认带炎 腰三恒通综合症 然后呢 就是比如说 黎状肌出口综合症 或者是呢 腰部肌门炎 或者是呢 臀上肌门炎等等 我们要说的话呢 就说的就比较具体 而且呢 解剖部位比较明确 但是呢 一般老百姓呢 可能对这个病 他主要都是这样去问 这个问的原因呢 就是究竟我这是 腰部的肌肉脑损了 还是腰就慢突出了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 还是应该到专科医院 找专科医生 进行专项检查 有必要的话呢 做影像学检查 最后呢 才能确定 有一些呢 腰椎间盘突出 它的症状 会一定呢 既表现有腰疼 又有腿疼 它有的呢 就单纯 就是腰疼 没有腿疼 这样的症状 而且呢 腰疼这个呢 疼得还比较厉害 你比如说 它要是 做可能 三五秒钟 它就 持续不了了 像这种情况 也需要 针对单纯腰疼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 进行有 针对性的治疗 最近我们呢 治了一些单纯腰疼的 而且疼得比较厉害的 用无创这种方法 进行治疗 治疗效果呢 也非常好 恢复时间 相对 也不是特别差 明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留言 这位观众啊 他是今年43岁了 患病三四年的时间 经常是腰和右腿 感觉到疼痛 翻身不变 动作很缓慢 请问一下医生啊 如果不采取治疗的话 他会自愈吗 如果治疗的话 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刘主任 像他这个情况呢 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 因为他有腰和右侧腿部的疼痛 这个我们一般的呢 就叫做腰疼 伴有下肢的根性的 应该是 他这个疼呢 应该是一个放射痒的疼痛 就是根性疼痛 这呢 就是这个表现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突出的椎间盘随和 压迫到了腰椎的神经根 像他这个情况呢 应该呢 就是不采取治疗 他是不会痊愈的 如果要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必须呢 到专科医院 找专科医生 进行呢 对这个疾病的 比如说临床的 体症的综合检查 然后呢 做影像学方面的检查 最起码应该做 腰椎的DR和CT的片子 做完这些检查以后 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 综合进行分析 最后呢 如果要是适合选用 无创治疗的话 就可以选用无创治疗 做无创治疗呢 就不必要 比如说开刀了 所以这个呢 应该到医院 找我们专科医生看一下 好 那非常感谢 刘志伦跟我们讲答 解答的也是非常的详尽 我相信电视机前 很多朋友们呢 此时此刻 针对自己的一系列问题呢 也开始 最后入座了 那么希望大家呢 如果说遇到了任何问题呢 您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下一位观众的留言 这位呢 是今年 母亲是55岁了 腰椎肩盘突出呢 大概是两年之久了 已经卧床半个多月 躺着不疼 但是现在呢 下地走路 还有腿上 这个肉都觉得非常痛 想问一下刘主任 这是怎么回事呀 他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 腰椎肩盘突出症 腰椎肩盘突出呢 因为他时间相对 也不算是最长的 他两年多 但是他有这个 腰椎肩盘突出 这个病史 现在呢 他应该是腰椎肩盘突出 又发作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又犯病了 这个为什么他躺着不疼呢 因为他在躺着 这个体位的时候 他这个呢 腰椎呢 神经根呢 受到刺激 和突出这个 最前盘随和 对他的压迫就比较轻 而且呢 神经根可能呢 有一些躲避和逃逸 就是躲开了 突出最前盘随和 对他的压迫 所以他症状呢 相对呢 可能就表现要轻一点 如果他一直立起来以后 腰椎呢 浮纵的力量大了 对于呢 突出的腰椎对肩盘 这部位的挤压力也大了 可能他突出的随和 就要更加严重一些 可能突出的块 可能也要更大 对神经根的刺激呢 和压迫也要更加严重 所以像他一直立 他疼的就厉害 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要及时去就诊和治疗 明白了 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解答 我们会发现啊 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 小症状 在初期的时候呢 您真的不能忽视他 因为您的这样的一个忽视呢 可能后续 他就会变成大问题了 那所以说大家呢 任何疾病也是趁轻治疗哈 这样效果也是最好的 非常感谢刘主任的 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说在健康养生方面 有任何的困惑 都欢迎您随时来 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451-8289-0985来进行咨询 当然也欢迎您呢 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你好医生节目 我是韦佳 我们下期再见